明天在香港是首映 晚上 因為我們今天晚上 宣傳完之後 馬上飛回去 明天早上回去 然後晚上去做首映 現在沒辦法 那你還來得及感到 韓國去首映嗎 今天 萬一台灣影響你追不走 我不走 我很喜歡台灣 我追風 現在只要拍戲員不開 對啊 又會開 那你這次是又加入了 多仁發三個影帝 在真風箱的戲嗎 很多家中 你們也沒有看 謝謝 謝謝 那你這一次在現場怎麼處理 這三個大人 大咖的影帝呢 其實 其實 因為家輝哥跟艾王 我們都已經拍過 他很熟 其實已經有一個默契 但是 之前就是 現在加入法國 之前我們都感覺都是 哇 有些壓力 哇 法國 法國我們怎麼去派他呢 然後當時 在我們寫完這個劇本的時候 然後我們交給老闆 老闆去給法國 法國就要我們去他家裡去談 但是你去跟法國碰面就是 他真的很好 他對我們很好 他對我們很好 都現場 他都教我們很多東西 他很開心的都現場 令到我們沒有壓力 所以拍出來 其實真的沒有 真的 你們說 怎麼處理 跟這個大咖式去拍他們 但是他們三個對我們很好 所以其實令到我們很輕鬆 你不要跟這樣 你輕鬆一點 怎麼樣我們怎麼樣 拜拜好不好 對我們很好 家輝哥上次講說 他在片場 唯一會搞笑就是發歌 對啊 因為發歌 他這個團隊很多人 躺一起在現場 你說他的陣容是不是 他的那些經紀人團隊 他的團隊 但是他的團隊都跟我們很熟的 因為以前都是我們 我當副導員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些服裝啊 發妝啊 其實都很 他的團隊大概幾個人 有到十個人嗎 根本沒有 沒有 發妝 五個人左右 那其他人 像Alan跟那個家輝哥呢 他們他們 他們自己 就自己去現場拍 就現場 對 他有我們也封吸切 他在現場 然後 一到現場 我們發妝 因為發妝都是我們工 那會不會發歌 有那個專屬的卡車休息室 他有 因為香港地方很小 沒有這個卡車啊 接種 那有休息室嗎 什麼這樣子 休息室 休息室有 有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還是只有發歌有 其實 看地方 因為如果 如果我們拍這個場景呢 就有了 如果拍外景就沒有 但是 發歌的場景 一般都是在拍這個場 還有他家裡 他家裡是 現在香港 有一個地方呢 就是原本去想把這個他家裡 現在我們看到他家裡 地獄裡面他家裡 其實一百多年的這個房子 但是 有些政府想把它弄成這個酒店 但是就很多人反覆 那時候就剛剛有一個時候 我們開拍的時候 要找發歌一個家 因為他 我們確實他是一個法官 他受這個英國的法律的 就是以前老派的 什麼東西都很感受 他的手 你看一看他出場的時候 他的手 這裡受著這個OK 他的名字 以前就是 太平紳士 對啊 以前英式的這種伺牌 他們什麼東西都是定住 然後就很感受 這個什麼都受他的名字 我們就想 所以他有找一家英式的房子 所以他拍攝其實也比較舒服 他也沒有那些動作 但小明星也都沒有他 結局沒有 對 他比較舒服的拍攝 那他會不會在現場 就是有一些臨時 有一些想法 一些對白 他會稍微調整一下 他會稍微調整一下 他現場沒有 因為我 我們 我跟糯米 他 我們兩個 就喜歡就是 就是 還沒開拍的時候 我們 跟演員 一起圍堵 一直圍堵 然後有什麼 你覺得有什麼問題 就現在 說出來 然後討論 討論OK了 在現場 我們沒有再談 因為 因為我們小的時候 當輔導員的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 現場 才 現在 發好張 再聊 再聊 然後沒有半天 其實對老闆 什麼都不好 因為現場很多人 工作人員 他們 因為我們香港 都是每一天算的 所以你 停車來跟聊天 然後再重新寫去 其實 其實 很 很 我們不喜歡 這樣做 大哥畢竟 比較是巨星 他拍戲 有沒有什麼禁忌 就是 對 就是說 什麼都 就是會有一些 對不可以 禁忌是什麼 就是什麼 有些東西不可以做 對 有沒有這種 沒有 因為他看完之後 就要叫我們去他家裡 哇 我們呢 很開心 然後去他家裡去談 拍很晚也沒關係嗎 拍很晚 規定說不要超過 對 他有時間的規定 他幾點 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不然什麼時候 到什麼時候都八個小時 對 總結一天 對 只有他嗎 其實每一個演員 都有 有個 有個工作時間 每一個人都有 我們都有 二十四小時 誰 郭不成 二十四 Alan是二十四小時嗎 他二十四小時 但是 我 我們都不行 我理由開二十四小時 我不行 我現在 一般都多長 一般長的話 會叫多長 一般 一般都是 因為我們香港派系 就是不可以過兩組 那 一般就是 合同 不好意思 我就不能說 這個合約就是寫 一般都是寫九個小時 但是一般我們香港開工都是 十二到十三個小時 因為如果一個十五個小時 也算兩天了 一般老闆都不喜歡 因為 你開了差不多十五個小時 但是 人的體力都沒有了 但是 如果你再開下去 我也付兩天錢 不划算 不划算 因為我 我為什麼不停 收工 明天再來 再多一個十二小時 但是 可以收視 對 對 那這三個都是巨星 他們的片手 誰比較高 這個我不知道 你怎麼不知道 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是老闆去處理 我不知道 那他們在現場 像第一集 今天都不知道 不知道 他們都是老闆去彈 第一集 其實Alan跟家輝哥 他們就是 戲鬥得很厲害 最後是家輝哥 拿到我們經常講影帝 對 那你這一次在看 他們三個人 其實我們看 每個氣場都很強 對 那你們導演你自己看 演的時候 你覺得誰 的那個power 比較強一個 如果 其實三個都有不同的 因為這一集的切記就是 一開始其實郭富城 他有很多壓力 他的老婆給人找 然後 然後 警隊裡面 又 開始有 犯他的人 對 到中間就是 然後 梁家輝就好像是 犯過來 犯他 他一直受這個壓力 所以這一集 你看到 他的表現很重 就是很 很累的這種感覺 好不容易 對 然後最後就是 沒辦法 我要 跟他 叫什麼 收拾 就可以叫什麼 不是這樣 我跟他攤拌 攤拌 然後 要 兩家會去 去找他的 兄弟 其實幕後的他們 就是他之前的兄弟 然後 所有的兄弟死了之後 他有個反應 就是 好像是放下很多 很重要的東西 他有個 這樣子 有個反應 那 法國 就真的很厲害 他已經 他就很厲害 他就很厲害 他就走進來 很多演員 我們每天都是 習慣就是 他到來的時候 我們今天 派的劇本給他 發哥就不看 來了 一到現場 他可能有一些 改一些一兩劇 但是他一到現場 過來過來 我今天這一劇 我想 這樣說 OK OK 我先去發狀 然後真的 二十分鐘 半個小時 他已經走出來了 坐在這裡 然後 跟他 演員對 對完之後 他拍 開支拍 一劇 對白都沒有下 很厲害 他是四前輩的嗎 可是你不是說當天才發 因為 通常都是 我們整個劇本給他 演員 但是 到現場 我們都還給一份 當天 對 今天所有 今天可能拍三場戲 這三場戲 我們 他到現場 我們再給他看一看 今天拍這三場 知道了 跟三場 跟原本劇本是一樣的 就是一樣 可能這一場戲就是 第一場 第五場 第二十場 今天拍這三場 我們抽出來 抽出來 給他 但是他 從來都不看 然後一找出來 一開支的時候 哇 真的一句對白都沒有 沒有收錄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還有一場 Alan跟佳慧哥 你知道他們重複 都沒有停止的 對 那個戲 有拍了幾次 這一次 好多好長 這一次 這一次拍兩條都OK 真的 對啊 因為有默契 因為第一集 其實 你們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第一集拍這一場戲 其實就是 梁家輝 他第一天正主的時候拍的 總共拍了十多條 對 因為第一集的時候 他在北京拍戲 我們拍的時候 我們拍的時候 他開始正主的時候 因為這一場是第一集 這一場戲 所有演員都有在現場 但是這個當起 演員的當起 只要結一天 就全都起了 其他就真的沒有 哇 我第一次當導演 還有第一天就拍這一場戲 哇 這壓力很大 我們兩個跟幾平說 可不可以找別的 拍一些輕一點的東西 沒有辦法 所有演員都當起 只要結一天 哇 真的很緊張 然後他一 哪一天 他一來 張輝哥 然後跟他打架 他化妝的時候 我們 我們就跟攝影師去彩排 原本就是 第一個鏡頭 就是用攝影機器 但是攝影師跟我說 這個攝影機器 今天有問題 有問題 我們怎麼拍了 已經很很緊張 然後 趙輝哥看見我們 看見我們很緊張 很煩 這樣子他走過來安慰我們 你幫我慢慢來 慢慢來 我給你時間 對我們很好 然後這一場戲 一天就拍完了 但是最開心 就是我們拍這一場戲的時候 兩個開始 對馬對馬對 真空相對的時候 然後 安慰的時候 我們後面很多發明 唉呀 真的很緊張 然後我們兩個 看一看後面 所有的工作人員 一直在站著看 一般很多工作人員 都不會看 但是這場戲 好像我以前拍 以前當輔導員的時候 九十年代 香港人都在三支扁 拍三支扁 就很多工作人員 在後面看 但是現在很少 一看就是 每一個人都站在我們後面看 很開心 但是到最後他OK 自己看 所有工作人員拍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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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